比喻是非常有針對性的 佳菜種可以比喻做什麼介名 但又沒有說做什麼功 結果就驚人了 整個焦點放在不可作功上 根本天父沒有這樣吩咐過你 大家好 我們繼續上一課的題目 耶穌時期的猶太教問題出在哪裡 這次是第二講 要明白主耶穌的比喻 我想最大一個難助 就是我們把這些比喻 當作是依索預言的看待 依索預言是帶有教育意義的故事 可以放在不同的時代 向不同的群體說話 但是古代的猶太拉比他們的比喻 就不是這樣的 比喻是非常有針對性的 一個公開講的比喻 如果比喻不是為你而設的話 你是旁邊聽到的話 你反應不大 但是如果那個比喻是向你 為你而設 而你當時聽到的話 你的反應非常大 我不知道怎樣去描述它 如果我說 這些比喻就好像含沙射影 這樣貶意實在太大 我想我應該可以這樣說 猶太拉比的比喻就是一個光明正大地去含沙射影 最好的方法來明白這些比喻 上一課我們討論到薩種的比喻 我們討論的版本就是馬太第十三章那個 馬太第十三章是記載了主耶穌一連串七個的比喻 當中有兩個比喻是有解釋到的 而其他的比喻當你讀的時候就好像沒有上文沒有下理 你又不知道背景 而對於我們來說 那些比喻開頭的事就只是說了 天國就好漲點點點 所以對於我們讀者來說 我們很難不當他是依索預言這樣處理的 不過想真一點 是不是真的沒有背景呢 對於我們來說 因為這一張書是零零細細的分開了出來 是十三張自己一張有七個比喻 所以我們覺得這一張書很獨立 但是如果我們想想 在當時 兩千年前主耶穌在地上去講這些預言的時候 現場的聽眾 很可能這群聽眾裡面有不少是那天 跟著耶穌在不同的地方經歷了不同的事情 然後一起去聽這些比喻 你想想那群門徒 那群門徒就更加 他是開始 那天開始就已經跟著耶穌經歷了 跟耶穌一起經歷了那天 發生了很多的事情 然後來到這一刻 就聽著耶穌用七個個比喻 來去描述當時的情況 所以對於門徒來說 他們其實 他們明白背景 介菜種的比喻是十分精簡的一個比喻 只有兩節 十三張馬太福音三十一到三十二節 他又切個比喻對他們說 天國好將一粒介菜種 有人拿去種在田裡 這原是百種女最少的 等到長起來 卻比各樣的菜都大 扯成了樹天上的非了來 宿在他的子之上 因為馬太福音 將這七個的比喻 擺在一起 他們是有連貫性的 所以 有一些事情 在先前提過的 譬如 在薩種的比喻裏面的 種子 代表成的道 而種子 在這個介菜種的比喻裏面 又出現了 介菜種 只不過他給了一個品種給我們 而非了呢 我們記得在薩種的比喻那裏 是代表著惡者的 而在我們這個比喻裏面 又再出現了 會不會又代表惡者呢 如果我們看這七個的比喻 好像一場大的連續劇 是有一幕一幕的出現的話 那就真的好像做畫劇那樣 如果一個演員 在第一幕劇裏面 是做一個中的角色的 但是去到下一幕 他變成一個奸的角色 對於 現場的觀眾來講 就會非常困惑 所以我們可以很合理地這樣說 在薩種的比喻那裏的種子 是代表著神的道 今次來到介菜種的比喻 這些種子 都是代表神的道 只不過 有了品種 和強調是最少的 即是說很可能是說一些介命 在五經裏面 不是太多提及的 而惡者 就會是惡者 主耶穌在講這一連串的比喻那一天 其實是安息日 你可以看回第12章開始 就描述那天發生的事 如果從門徒的角度去看 即是說他們一直 由那天 和耶穌一起經歷那天發生的事 然後來到第13章 就聽到主耶穌講這7個比喻 所以你去到第13章尾的時候 看到主耶穌問那些門徒 你們明白嗎 摸那些門徒答是明白的 所以那些門徒是有了背景 他們很明白 發生什麼事的 佳菜總 可以比喻做什麼 界明 因為那天是安息日 所以佳菜總 就是安息日的條例 在五經裏面提的不多 但是我們一直聽得多 所以覺得很重要 以為經常都說 最明顯的 吩咐 就在那兩次的十屆 一道在出埃及記 一道在生命記 十屆裡面 你們當手安息日 這兩個是最明顯的吩咐 其他還有零零星星的 很多例子 在十屆裡面 其實出現得不太多 但是因為裡面的吩咐 是叫人不可作供 但是又沒有說作什麼供 於是 耶穌時期的很多 不同的 派別 那些中派 就各自去定義 到底什麼為之作供 結果就驚人了 他們就好像 一座山那麼多的律例規條 告訴你 在安息日 有什麼可以做 有什麼不可以做 有什麼動作可以做 有什麼動作不可以做 就是因為這樣 對實際執行 有這種無止境的追求 結果連這個意義都失去了 原本的那四個意義是什麼呢 如果你看回 在十屆裡面的吩咐 就是要去表明 要去證明 或者要去見證 耶穌華神 是擁有他的子民 如果你是上帝的子民 耶穌華是擁有你的 擁有你的生命 擁有你的時間 擁有你的妻兒子女 全部一切 都是耶穌華給你的 這是一個 見證的時刻 但是竟然在那天 安息日 見證 那些子民 是屬於耶穌華的那天 主耶穌發現了什麼 發現子民當中 有人是被鬼附的 這個惡者 這個惡者 藉著附在這個子民身上 就很安然的 居住在上帝的群體裡面 就是好像比喻 這樣說 將很小的種子 變成一棵樹那麼大 將小小的 關於安息日的吩咐 變成好像一座山 那麼多的條例 而在遵守的時候 完全 將焦點擺了 在什麼做得 什麼不做得 之上 就忘記了 本來 安息日真正的意義 結果怎麼樣 結果惡者 就藉著附在那個人身上 很安然地 住在上主的子民當中 所以現在我們明白 為什麼 主耶穌在安息日 行神職 原來主耶穌就是想 告訴 子民聽 天父其實 一直都沒有要求過你 將 那麼簡單的 吩咐 變成 排山倒海 那麼多的律例規條 整個焦點 擺在不可作供上 根本天父沒有這樣吩咐過你 主耶穌這樣去行的時候 他想 子民看得到 按住你們所定的規矩 我就犯了安息日條例 但是如果 是真的 我犯了安息日條例 我就行不到這個神職 我行到這個神職 證明天父喜悅我 那就是說 你們所做的 怎樣去處理這段經文 是做錯了 但是子民 肯不肯認 他們的錯呢 神是漢人的內心 到底是什麼意思 一個的宗教體制 將上主的善惡標準 顛倒了 容許子民 用錯的動機 來侍奉 甚至乎 可以在這個制度 爬上高位 我願意 做錯的動機 作詞 作詞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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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